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。 經常講北上影響經濟好大好大好大。 我見到香港01那裏有一個專訪, 這個專訪訪問了一個行會前召集人, 這個人叫陳思志, 標題寫著北上朝影響好勁, 更大過金融風暴, 還說如果和大陸鬥便宜, 不是策略來的。 應該怎樣做呢? 我們就一齊看看香港01那一個專訪, 他到底講什麼呢? 首先,他講到找這個行會前召集人陳志思做訪問, 對於現在市面講建議減租、減稅救市, 他就說今天危機已經殺到埋身, 欠缺競爭力的行業已經救不回, 不是說香港政府願意提供資助, 所有結構性問題都能夠迎人而解, 而是要重新檢視自己的競爭力, 去思考怎樣包裝自己, 做到就算人有我有, 就可以發揮出特色絕處逢生。 這樣講, 他就標題那裡寫, 兜便宜, 不是糧冊, 但你要知道, 現在, 無論是中、港、澳, 哪個地方都好, 都有一個問題, 消費降級。 消費降級這件事, 不是說人有我有, 我價錢貴少少, 就能夠吸引到人去光顧我, 還有, 現在已經是去到一個所謂的, 假期的時候全面競爭的狀況, 在這個狀況底下, 你捐, 捐不過大陸的企業, 他們租金, 人工, 原材料, 各方面都是比我們港澳便宜的。 那講起這個北上朝, 陳志思就深深吸了一口氣, 就覺得北上朝好大鑊, 他說這個北上朝, 勁過金融風暴或者金融海嘯, 影響的人更加多, 但我們公道地講, 北上這件事, 就算疫情前都有的, 現在最大的問題, 其實之前都講過的, 零售業嘛, 飲食業嘛, 那你現在下來的旅客數字, 都沒有疫情前那麼多, 然後你很多的通路, 很多產品的渠道通路, 大陸都有的, 人家網上買更便宜過你, 你香港那裏宣傳員, 做了形象廣告, 人家直接在大陸那裏落單就已經買得到, 這件事不關乎競爭, 是那些人下來嘛, 你就算開多些自由行, 其實你都看到, 開多了自由行城市, 有沒有生意或者人流量很明顯那麼多? 沒有的嘛, 不過, 他說到, 現在, 北上來講, 第一件事是影響的, 就是市民的體感, 第二件事就是實體經濟, 他說, 覺得今次大家都感覺好強, 會覺得經濟差了, 因為你夜晚九點出街都沒有人, 店頭很多不見了, 大家對經濟的信心差, 不安就好像滾雪球那樣, 越滾越大。 但他講到, 實質上, 其實有一部份行業, 譬如航運等等, 其實不受影響, 有好大的發展空間, 但我退一步講, 航運不受影響, 關我們一般小市民或中小企鬼事咩, 個個都開航空公司、 航運公司咩。 他提到, 有一部份行業的影響是致命傷, 他說, 以飲食作為例子, 他說, 其實最高檔的餐廳沒什麼問題的, 有賣點, 最低檔也很多人幫襯, 反而中間那些你去到某一個價位, 不是特別好, 又沒什麼特色的話, 那些人就會覺得, 啊, 我們都是北上啦, 性價比高, 那這一類的衝擊就會超低, 這句其實講得都很有道理的, 那高檔去消費那班, 其實他們不會出大陸玩的嘛, 這要講真的, 他們在香港那邊玩的, 即是高檔那些, 或者去外國的啦直接, 那如果低價的, 那好明顯啦, 排大隊啦, 你看那些平價午餐啦, 那類你也知道什麼事啦, 所以去到不高不低那些, 影響是最大的, 他又說, 這些不是靠減租就能夠輕易解決的問題來的, 以餐飲來講啦, 食材三成, 租金三成, 人工四成, 就算租金跌一點, 人工都不會跌到啦, 食材成本也不會少很多, 所以大家無可能鬥便宜, 講便宜點跟大陸爭, 所以他提到一定要有不同的特色啦, 陳智思繼續講道啦, 他說人有我有當然最好啦, 但是人有我有之餘, 還要做到與別不同, 其實難度都好高, 他還說要你變出新花樣新角度, 其實這些說話大家都知道的, 就好像一句口號那樣, 至於怎樣能夠做得到, 真是大家都不知道, 那些所謂的特色, 市場會不會接受, 好多時你好有心思去做的一件事, 原來市場不接受, 隨便劈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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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劈, 展出不同的特色, 熊貓很多地方都有, 為何不去四川看呢, 人家的環境更自然, 可洋公園要做的, 就是以自己的風格, 以一樣的內容去演繹不同感覺的拆展方式, 而不是跟他說, 有六隻熊貓自己看, 這樣怎會自動吸引到人, 怎會有相機呀? 他提到, 聽到市面上好多人說, 我懷念以前的經濟發展模式, 就希望能夠回到過去, 經濟出事, 就一味叫政府去打架, 他說, 其實不是政府願意減稅或者提供資助, 就能夠解決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啦, 他說, 政府出手幫一個行業, 那些人就會問, 為什麼不幫他? 其實有些行業有得救, 有些未必有得救, 要重新開始, 好痛苦, 他說, 要重新檢視, 香港還有什麼競爭力, 看看怎樣生存下去, 而不是純粹靠人幫, 其實, 這一個北上的事, 講來講去, 疫情開始講到現在, 現在甚至乎有很多香港人, 亦都走出去大陸買菜, 那不單止買菜, 那些大型超市, 那些超市都有受到北上影響, 總之, 現在, 北上影響經濟這一句說話, 就已經變成所謂的萬能key, 但我們是否應該去想下, 怎樣令到多些旅客過去香港呢? 因為, 你想回, 疫情來講, 幾年時間, 幾年時間, 沒有回大陸, 亦都很多人, 沒有去外遊, 會有一波外遊潮, 假期的時候, 就算, 以大陸和香港澳門來講, 香港最為嚴重, 因為這幾年, 大陸有內捲情況出現, 那它的內捲, 其實就等於煉股, 好多的行業, 好多的企業, 以飲食來講, 就不斷捲, 總之又便宜又靚又有特色, 就捲到那些人對它有新鮮感, 而香港這邊, 其實最大問題, 剛才所講的, 租金人工, 原材料, 以租金來講, 一個那麼貴的租金, 不是每個店舖都可以承受得住的, 再加上零售, 現在港澳有的東西, 其實大部份大陸在網上都買得到啦, 基本上人家都不用下來啦, 即是說那條數是直接去了商家手, 而他們帶不到那些很大的邊際利益出來, 所以現在是處於一個中間位, 夜繽紛又試過啦, 又說燒煙花那些, 又試過啦, 基本上每一樣東西都見到, 它是有花下心思去做, 不過效果不似預期, 而且旅客方面, 就算開多了自由行的城市, 都是這樣一款啦, 可能真的好像之前我們講的那樣, 那些店舖是要叫做去到一個平衡點, 做不到的太弱流強, 慢慢慢慢市場調節好, 才能夠回復到正常, 但這一日要等到幾時呢? 因為現在這個這樣的時候, 無論港澳都好, 其實是少了好多人去投資開店頭的, 以前經常都在說啦, 大陸人過來港澳做生意, 好大手筆, 但現在你看回, 以香港為例, 其實你見到有好多大陸的店舖, 或者品牌, 過來香港開, 有一部份是頂三個月就頂不順的啦, 喂, 這班人是來出海, 是想賺錢, 拿香港的市場來做測試的, 竟然他們連三個月都做不到下去, 你就知現在市場發生什麼事, 而且這些連鎖店, 他們是有資金去支持的, 不過說回來, 可能他們來香港不單止想試市場, 另一個點就是想將資金走出去, 因為用香港開分店這個藉口, 其實是好容易, 亦都是一個好正當的理由, 能夠走錢出去, 大家說是不是呀? 好啦,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